中間擺上水果切片 拿起一張千層餅皮 小心硬硬鋪上 再塗上鮮奶油 中間擺上水果切片 而這來來回回就超過20次 光是做這個千層蛋糕 就要花上兩個小時 千層蛋糕用刀子切開 滿滿的鮮奶油芒果底 再淋上芒果果醬 仔細看每一塊千層蛋糕 都有30層 這間隱藏在基隆廟口附近的下午茶 沒到一夜時間 不少偷客呼朋一半 就創了這一塊千層蛋糕 我剛剛吃的是芒果千層 那他們的芒果使用的 應該是艾文芒果 那香氣就會比 裡面我們看到的玉井芒果 都還要香很多 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芒果吃起來很重 我就會覺得說非常的多汁 然後香氣又會充斥在牆這樣 那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他們上面還有附上這個鱗醬 那我吃了出來這個鱗醬 我覺得不只是 單單就有芒果的味道 它還有用鳳梨去做這個提味 讓整體的這個蛋糕的味道 就是層次更多元的一點 主要是它的餅皮跟別人的不一樣 是因為它的餅皮是用千層 他們的千層皮去做的 所以它吃的時候也是 就是你一切你一切開 就可以看到它裡面是 一層一層層下來的 那這種事它也不會過酸 然後它的蛋黃是很濃郁 那我就很愛吃 所以我後來就也變成糕餅皮這樣 店內還有這一款 中西結合千層鳳凰酥 保留基隆在地糕點特色 呈現全新的風貌 而千層鳳凰酥不像蛋糕 受時間溫度的限制 外地來的消費者也能夠帶回家 慢慢品嘗 Bravo 太好了 是嗎 對 因為在他們來契容這麼多年了 因為這個產品 我是這兩年才往船上帶上去 一般都是英國啦 美國啦 瑞典人 德國人 對這個東西反映極竭 不管是水果酥還是鳳梨酥 鳳凰酥都好 我覺得他們就是用酥油皮去做的那種 那種皮會比較油膩 然後通常餡也蠻甜膩的 那這一家的酥皮就是 它是千層酥皮 吃起來非常清爽 然後沒有負擔 然後甜味就是剛剛好 水果味非常的香濃 對 吃起來很舒服 修改了千層餅皮的配方 然後結合了中式糕餅的 油酥牛皮的做法 這樣子就準備單身的千層 鳳梨酥跟土鳳梨酥 這樣子的餅皮 吃起來會有一層一層的 空氣的層次感 那上方也會有酥酥的感覺 底部會有 發酵奶油煎烤過的脆感 那整體牙丘是很有程式跟空氣感 所以吃起來會有明顯的不同 也會有明顯的蛋香 跟發酵奶油香 這是最主要不一樣的地方 隱藏在巷內的下午茶 不少老饕衝著千層鳳梨酥而來 專門送給國外的朋友 記者黃少民